好 換各位做練習 螢幕爾的點畫甲 告訴你166 螢幕爾的點畫簽告訴你166 這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分子量 螢幕爾的值量就是原子量或分子量 問你有330歐功課的點畫甲 可以產生點畫簽幾功課 這一題已經有把方程式寫給你了 正常的題目 請問你有幾課啊 請問你有多少功課 我們找三位大哥大姐上來算 22號12號 還有一個21號 21221212上來 黑板上擦掉 要有計算過程 不可以只有答案 要有計算過程 我還在講不會是我 不會寫就說寫個不會寫 老師我不會寫 你給我寫個我不會喔 你有第一名你上次不會這次又不會 你第一名耶 你們要靠你們的左邊一點 這樣照不到你快點 往左邊 往左靠左 靠左一點 靠左邊一點 小女生靠左邊一點 我咧 不斷的傷我的心 你把他抄起來 你把方程式抄起來 你可不可以寫左邊一點 你會抄不到 會看不到你 拍不到你 你寫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 來 你也要抄 那個那個方程式不用抄啦 你就寫後面的過程就好 他上面都有原方程式寫好了 寫到你會比較方便 快點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你到底會還是不會啦 真的在寫啊 我 放棄 很好 你們大家全部都放棄 每個人都說我不會寫 我可以寫嗎 真是 不斷的 讓別人覺得 傷心難過 OK 沒關係 現在不會都沒關係 好試會就好了 來 答案 我老師很吵 方法一 我教的方法 三步驟 第一步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 方程式 這一步不用做了 題目已經 給我了 第二步 把椅子跟索球都換成 末 椅子 332公克點話獎 索球 點話千幾公克 那給我的質量 求的是質量 質量怎麼變成末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我說過第一句就告訴我 第一句就告訴我分質量啊 一末166克就是分質量166嘛 好 一末461就是分質量461嘛 所以 第二步 除以原分質量換末 然後不知道不知道有幾公克 X公克除以分質量變成末 第三步呢 第三步就是 末數比就是均衡係數 那給我的是點話獎 要求的是點話千 點話千 所以這兩個比幾比幾 看方程式就知道 方程式是2比1 那你剛才來的末就是2比1 塞進去 2比1 剛完461克 461克 OK嗎 這個是用我教的方法 我以前都只有這樣的教 我以前都只有這樣的教 我今年才開始正式的用 質量上給你看 質量 方程式寫下來 好 點話獎 兩個點話獎 一個點話獎 一個點話獎幾克 一末幾克 166 所以這裡要332克 要求的是點話千 一末點話千 點話千是461 一末一乘461 461克 也就是332克的點話獎 就會產生461克的點話千 對吧 那我現在的點話獎幾克 332克 所以幾倍 一倍嘛 左邊是一倍 右邊是幾倍 一倍嘛 所以多少 461 所以答案C 一樣 這就是所謂用質量去算 就是所謂用質量去算 就會得到答案 想法 我說過想法都一樣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係 莫爾的比例是固定的 質量的比例也是固定的 那麼計算上所謂需要用到公式也一樣 因此 質量除以原始量分之量等於莫爾 所以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5 可以嗎 可以